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同在今年五月份发生的中国四川地震以及缅甸热带风暴等救灾行动中就已经凸显出来 美国国务卿赖斯再次批评缅甸军政府在灾情发生的初期拒绝国际援助的态度 新西兰外长彼得斯也批评缅甸政府在五月份的热带风暴灾害发生时反应不利 缅甸军政府最终不得不承认他们漠视自己对人民所负有的责任 他们的漠视行为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巨大压力 因此最终不得不同意寻求国际援助 比特斯表示这是缅甸政府第一次接受国际援助 这也为将来解决自然灾害问题带来了机会 应该是一种进步的表现 今年五月份缅甸发生了纳尔吉斯热带风暴 由于政府最初反应不利 风暴造成八万四千多人死亡 另外五万三千多人失踪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国务卿赖斯表示 现在是北韩接受有关核查期核项目清单的条件的时候了 赖斯与六方会谈其他五国的外长 星期三在新加坡出席东盟论坛期间举行了会晤 赖斯今天对媒体表示 北韩官员十分明确 现在是他们就有关对上个月提交的核清单 进行核实的一项建议 做出积极回应的时候了 赖斯说 没有人会相信北韩宣称的任何事情 尤其是北韩已经生产了多少金属布 赖斯表示 核查过程将有力地揭示已经发生的事情和目前的情况 另一方面 美国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表示 他不会迫使以色列领导人做出会损害国家安全的让步 另外美国应竭尽全力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美国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 星期三访问了耶路撒冷犹太教最神圣的西墙 他在这里低头祷告 并且在西墙的一个缝隙里放置了一张留言签 奥巴马星期三还会晤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领导人 并且走访了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以及巴勒斯坦领袖阿巴斯的办公官邸 奥巴马向以色列人保证他不会迫使他们做出有损国家安全的让步 并表示他将保持并且深化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特殊关系 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利 奥巴马在结束中东之行后启程前往德国 此行他还将走访法国和英国 奥巴马在这次出访期间会晤了伊拉克总统马利基 以及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 他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提到这次出访的主要目的 是为了了解下一任美国总统需要解决的最关键议题 同时开展一些他认为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的关系互动 奥巴马在采访中还谈到了伊朗 如果伊朗拥有核武器 在中东引发潜在的核军备竞赛 那就不仅威胁到以色列人的生命安全 而且涉及到我们自己的国家安全 意味着深层的游戏规则的改变 我们必须竭尽全力阻止它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美国国务卿赖斯对前波黑赛族领导人卡拉基奇被捕表示赞扬 并希望卡拉基奇的前军事领导人姆拉迪奇也落入法网 赖斯国务卿今天在访问亚洲期间对媒体表示 逮捕卡拉基奇对塞尔维亚来说 是向树立欧洲国家形象迈进了一步 他敦促欧盟加快与塞尔维亚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的步伐 星期三卡拉基奇的律师说 他相信对卡拉基奇种族灭绝罪的指控会被撤销 塞尔维亚安全官员星期一在贝尔格莱德逮捕了卡拉基奇 此前卡拉基奇化名为德勒冈德比奇 一直公开生活在贝尔格莱德 从事非传统医疗工作 日本北部地区星期四凌晨发生了一场强烈地震 造成至少一百多人受伤 地震还引发了山体滑坡 成千上万户居民断电 请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日本地震局说一场震集为6.8级的地震发生在午夜后不久 震中位于东京以北大约450公里的沿首县沿岸附近 深度约为105公里 日本警示厅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许多人是被碎玻璃割伤的 还有些人则是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这些受伤的人都没有生命危险 目击者说地震过后在日本北部的很多地区 引发了最长达40秒的强烈余震 日本京都新闻社报道说 有127人受伤 日本经济贸易和工业部在一份声明中说 经检查这一地区的几座核电厂没有出现问题 仍在继续运作 这场地震造成8000多户居民断电 地震在几个地区还引发了 谢谢大家